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關於化學緩應的各項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看A選項 緩應前後質量不變 這個對啦,質量要爽橫 這樣看B選項 B選項他說 緩應前後原子數不變 這個也對啦 這個代表質量爽橫 C 緩應前後分子數不變 這個不一定啦 原子數不變 但是分子數不一定 比如說2H2 加上O2 變成2H2O 這總共有三個分子 緩應後變成兩個分子 所以分子數可能會改變 所以C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B選項 緩應前後原子排列改變了 這個對啦 所以答案錯的是選C 對啦 對啦 對啦